于像董雨辉这样的这种头部主播来说 他对媒体所放大 被这个众所放大 但是这个这一波一旦过去的话 他肯定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他现在相当于他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由于社交媒体的情绪 给他做了很多的成倍的溢价 让他显得这个吸引力特别大 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太可能持久 说变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 对于商品的这个value added 那么这个跟品牌其实不太一样啊 那品牌对于商品本人的附加值 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而且他是可以展示出来的 就是他不太会受这个商品价格的影响 比如说好我买一个普通的包 和我买一个这个Gucci的包 那可能这个包的款式几乎一样 用料也一样 但是Gucci的包可能就比普通的这个 一般品牌的包可能要贵个两倍甚至三倍 那么消费者在明知道贵两倍三倍的情况下 他可能还会去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品牌所带来的这个附加的价值 那么如果说这个同样的情况 我们放到董女会身上 对吧 同样是东方甄选的商品 然后董女会带货 或者是非董女会带货 或者是干脆就是另外一个连直销电商都不是 就是就是一个普通的线上店 他卖的货品是几乎是一样的 大家也很清楚是同样品质的 那么你觉得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董女会带货而支付这个溢价 比如说百分之五 我相信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百分之十 没必也可以 但如果到百分之十五的话 我相信绝大部分客户都会转而去买那个 普通的这个电商店的这个商品 因为他品质是一样的 而且你就算从董女会这边买了 你实际上满足的是个人的这种感觉 你又不像品牌一样可以拿出去绣 对吧 所以他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功能又没有 所以他实际上董女会能够支撑的这个商品溢价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说严格来讲 我相信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除了董女会的死忠粉 那可能百分之十的溢价都撑不起来 甚至说百分之五可能都要打一个疑问 所以这才是董女会真正的 他的这个自身能够给商品带来的这个溢价空间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电商企业的本质来说 那如果你不能够给商品本身的这个售价带来额外的这个溢价能力的话 那你还是一个传统的营销渠道 对不对 不管你说的这个天花烂烂坠也好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营销渠道的属性上来 这就是我认为董女会的这个对东方甄选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 一个增值的部分吧 另外呢就是东方甄选之所以想也想慢慢摆脱 董女会对于整个销售的这个拉动 实际上也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电商企业 而不是纯粹的营销企业 如果是营销企业 他只要把自己的营销核心营销能力打造好就行了 对不对那就没必要去搞那么多这个自营的内容 同样的对于罗永浩的那个交个朋友 那么罗永浩现在也在逐渐淡出 但淡出的过程中交个朋友的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吧 那么尽管罗永浩他可能还是负责后台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负责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前台直播带货的功能基本上已经趋近于 非常非常小的份份他只是偶尔出来一下 所以实际上那么同样的 其实罗永浩在交个朋友里头的角色和董宇辉在 东方甄选的角色初期实际上都非常相似的 罗永浩能退出交个朋友的前台 董宇辉同样可以退出 交个朋友能够承担罗永浩的退出 东方甄选仍同样可以退出 无非也就是说承受的这个过程 是痛苦一点还是不痛苦一点 周期是短一点还是长一点 这就是我认为的这样的差异 OK讲了这么多 大家现在听起来卡不卡 我想问一下 好了 OK行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我们的一条一条看这个评论啊 我会把这个呃 油管的评论 这两期视频的评论 还有我在推特上的评论 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较长一点的评论啊 呃 那Jeff认为支持团队很重要 这个 我认同 其确信 他的价值权重 短期来说 是的 但是从长期来说 就像我说的 电商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还是前后台并重 在一定程度上 后台甚至要重于前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零售企业 我们知道像Costco这样的零售企业 他前台的营销实际上是 极具经典化的 他根本就不做广告 也没有太多的推广 只是针对他现有的客户 发一些定期 发一些这个小册子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营销推广 市场上你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是他就是完全是靠选品和这个非常好的客服体验来争取到非常大的市场份 而且他一直成长得非常稳健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零售企业 他完全可以依靠后面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去支撑自己稳健的长期增长 营销重不重要 营销很重要 营销是放大器 后面才是你的 就是你如果是前面是一后面是零的话 营销就是一堆零 你后台的真正的这个选品和交付和客户体验才是一 这些做好了 你营销做少一点没关系 他营销就成长的会慢一点 但是他还是可以非常稳健的成长 但如果你后面做不好 你前面一没有了 你后面加多少个零都没有用 就像很多企业 他为什么大涨大跌 就是因为他前面营销 一开始重心在营销 花很多钱在营销 结果后面配套一塌糊涂 客户体验很差 然后客户来了 花了价钱 把客户吸引过来 完成一次下单 底路这什么东西啊 下次再不来了 对吧 我相信现在用题目的很多客户也有这样的感觉 拿过来的东西是很便宜 便宜到不可思议 品质也差到不可思议 那你说这样花钱 砸钱 引过来的用户有什么意义 他一单就跑了 当然我不是说题目的客户都这样 但起码 我相信身边用题目的很多朋友 有这样的感觉 我自己没有说一个准确的数字 说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但是一定不是一个非常小的数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 实际上这个是题目未来的一个引用 所以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说 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 董以辉的替代难度 对于东方真选来说的确很大 但是我们如果放到一个五年 甚至十年的一个尺度来看的话 董以辉的重要性绝对没有那么大 而且就像我前面节目里头说的 董以辉本来就是 东方真选 包括新东方培养出来的老师 新东方能够培养一个 就能培养一群 当然不太可能再培养到 董以辉这么一个高度的 这么一个成功的主播 这因为包含董以辉自己的天赋 董以辉的努力 然后董以辉的特质和东方真选 以及相应的选品之间的契合 对吧 但是培养出一堆 能够大致的替代 董以辉的这种重要性 在一段时间内 就是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再往下 对于直播带货核心竞争力 就是网红销售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的 但如果就是说 你如果把直播带货只看作是销售 这个环节的话 好 其他所有部门团队都是围绕辅助 这个核心竞争力来的 参考李家琪跟威亚采购物流 售后自然重要不能有短板 但是这些是可复制的 唯独董以辉是不可服务复制的 董以辉的确是不可服务复制 但是带流量完成转化可是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办法 你千万不要觉得离开董以辉所谓的这个东方甄选这样的直播带货企业就完蛋了 不会是这样的 只是短期会有一个比较痛苦的 这个这边他还这个讲到罗永浩的下场过几个赛道都不理想最后去做直播 的确啊 最后交和朋友本身也说明了这个头部主播是可以逐渐淡出的 对于整个企业长期发展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好下面一个评论哈 这期逻辑有问题 评判董的价值不是看他自己出去单打独斗可以赚多少 而且要看东方甄选离开董会少赚多少 在短期来说可能少赚的比较多 但长期来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呃 话要说回来懂作为一个销售对吧 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同样取决于他拉出去能够赚多少 他如果如果后面的这个呃选品履业交付客服那么容易的话 他完全可以自己拉出去单打独独斗把所有的钱都赚了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后面实际上真的是有很多坑的 不是说有很多合作伙伴成熟的合作伙伴配合就一定可以做好的 对吧 就是你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他充分竞争的行业 他的这个市场资源实际上腐蚀皆是 但能够把合适的这些资源组合到一起 然后长期的去确保他以一个高效率的状态运行 高效率 低成 这才能够 我 你的 你的 第一期我基本上就完全把这个电商直播电商规结为完全跟传统的这个零售 包括这个 电商零售是一样的 我后来想想一下还是不一样 他呃应该说是介于娱乐业和 嗯 传统的零售之间的一个业态 具体 更靠近哪边 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就是他因为这个业态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 对吧 他可能最早的时候更多的是偏向于娱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慢慢慢慢越来越靠近 这个电商零售 这边特质会多一点 那么我看到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比方哈 就是说这个 直播电商就好像是大家去看戏 看戏的过程中间去买点什么花生瓜子八宝粥啊 买的这些东西呢 这个价格都不高 然后呢 呃 大家对这个品质呢 呃 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更多的是出于品角的这个角度 捧角的这个角度 我去买 哎 我觉得你唱戏唱的好 我觉得表表演特别好 所以呢 我就从戏院里头去买点 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看一边消消费 对吧 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这个商品的品质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啊 你可能瓜子贵点就贵点吧 对不对 你在这个西院里头买一罐可可乐 可能就是要20块钱 你出去便利店里头可能就是要5块钱就搞定了 对吧 消费者知不知道 消费者知不知道 那么这个15块钱的溢价就是由这个环境所带来的 由 这个你的表表演所带来的这个附加的价值 这个我们完全同意 但是对于直播电商来说 就像我前前面讲的 那么有多少客户愿意付出 10%甚至15%的 一价去专门从董与辉那边去买东西 我相信不多 尤其是稍微贵一点的东东西 你买个纸巾对吧 这个董与辉这卖12块 外面卖10块 大家可能也就买了 但董与辉卖15块 外面卖10块 那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就不会买了 他支撑不起这个 50%的溢价 这是第一 第二 贵重的东西董与会带的动吗 不一定吧 你现在看到 就就像我 昨天那期节目里头讲的 110M 这个GMV 1.35亿吧 订单 算下来的话 一笔订单73块钱 好了 你73块钱还包括运费其他什么 当然了 你不管是免运费或者怎么样 其实最终 你的这个GMV里头始终是包含 这个运输交付这部分的 对吧 你所以算下来实际商品的这个价值 可能就是60几块钱 不到70 好了 那董与辉 包括整个东方甄选 他实际的这个带货能力 就是这样一个这个 basket size的东西 你想带到 500 1000是抽 1000可能就很难 所以这个也要去考虑 有的是成熟团队可以对决 是有很多成熟团队 但是不代表说你一定能够成功 你挑选成熟团队去整合 去最终 无缝的去运营 而且无缝的长期运营 这都是企业家 的要求 明白吧 好 感觉Jeff只是从公司经营者的角度 强调团队协作 强调公司运转 其他方面也不可或缺 但是刻意淡化的资源 稀缺性的问题 呃 我不能说刻意淡化 我只是说我 提供大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从整个行业价值链的角度 或者从企业家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 我说的一定是对的 我只是说 大家可不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想一想 董与辉的价值对于整个零售行业来说 他足不足以推动整个零售行业价值链的重构 如果不足以 那就要想一想了 那董与辉到底该如何定价 所以有句话 我觉得很很对的 这个能保证好的供应链的公司有很多 能生产的更多 对不对 那头部主播现在比较少 所以董与辉的价值实际上是由于稀缺的头部主播 所带来的额外的一些意向 而 供应链能力是 他实际的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 起码在这个时间段里头是被贬低的 所以 在长期来看的话 他大家都会回归到自己一个正常的 这个价值链的位置上来 没搞懂 董与辉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球队的绝对核心 最高薪 我都同意 只是说这个最高薪的比例会有多大 就像我讲NBA例子 荆州勇士队 所有球员也不过才27% 对吧 在整所球员里头 只占了 不到四分之一的薪水 好 零售的本企业要高 总理回旧是那个溢价的价值 对直播带货 觉得不能单纯的以零售的本质来看 短期来说可能是 但长期来看 消费者不是傻子 最终他还是要回到零售的本质上来 除非你真的是能够 以娱乐的角度 娱乐业的角度去 去真正重构整个产业 换句话说 脱离商品 你的内容还可以卖钱 那我就认为你是娱乐业 如果你脱离商品 你的内容卖不了钱 那你要想一想 这到底是不是娱乐业 对吧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还有商品的同质化 以及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 已经不可能拉开不同的这个直播销售差距的关键因素了 这点我是同意的 你想想现在直播销售在已经越来越同质化了 同质化就意味着大家能够给商品本身赋予的这个价值 独特价值就越来越少了 对吧 直播带来的这种这个value added 这个越越相似 大家之间就越容易有替代性 你的你的独特性所带来的premiere的value就会越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直播可能只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过程 再过两两年三年 可能个别头部主播可能过的还是会不错 针对某些特定的品类 但是general来说还是要回归电商零售的本质 你以这个高效率的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商品的分发 帮助人找货帮助货找人 大家最终白印的还是这个买到 性价比最高的货 而且是以最方便的方式买到最高性价比的货 可能还会叠加一些品牌相关的要求 但是至于渠道没有什么挑剔的 你从这里买从那里买 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没有区别 好了 不过现在很多懂粉是 我其实也算半个懂粉吧 我虽然没看过他太多的内容 不过目前网上流传的这些东西 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对吧 没接触过网红电商直播 杭州这边都成群的电商直播团队 选品跟发挥运营都有专人团队 可替代性很多 没啥难度 再往后再过两年 回头再看一看直播 还能不能在杭州这本 我都不说越做越火了 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这个火热的程度 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透支利润 尤其是靠后面的这个制造商来支撑的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因为已经卷的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疯狂的去争抢这些有限的营销资源 才变成这样子 如果你的生产能力没有内卷成这样的话 谁赔得起啊 对吧 你永远抢的是稀缺的东西 而稀缺的这些东西 往往就是能够卖出高溢价 你想两年前直播电商 一个烂七八糟的主播都可以拿很高的薪水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现象 就说明他已经回归正常了 再过两年回归的更厉害 那些 最终那些制造商会发现 与其靠主播 还不如靠一点一点打造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品牌 才是真正能够自己给自己带来长期 溢价利润的最核心的根本 还是要回到销售曲线的两头来 要不微笑曲线什么销售曲线 好接着往下看 我觉得博主的误区在于两点 第一这个传统销售行业 以直播带货 是有本质区别的 直播带货要的就是明星效应 这我都同意 电影要拉大员做招牌一样 第二中国消费者群体 跟西方也不太相同 我感到有时间看直播带货的 应该收入 消费水平相对第一段时间 充裕的消费者 这一些消费者 他的消费能力 实际上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的 同志们 你不要指望他有特别高的 这种消费能力 他的时间不值钱 那他的钱就特别值钱 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也讲了 看直播带货 等于看一场表演 他顺费 那顺带买点东西 那他顺带买的这个钱 跟他的这个钱包的 整个share相比能有多大呢 好了啊 所谓品控售后性价比 别的另外五下也有 而且他们站在先机 跟市场之后只会做 做的比东 这个东方争选更好 那个啊 懂做一个橱窗里的独特人偶 帮东方解决了客人 为什么要逛这家店的源头问题 啊 我就问你复购的问题吧 懂带了一次货 你很喜欢懂 你买了 买完之后第二次 你可能要重复买 对不对 好了 如果你真觉得用的好的话 懂没有带货 你会 下单案 你看 还是会下单案 对不对 你用的好啊 你觉得这个性价比 那我就奇怪了 这东西你真的需要吗 有多少人是 好我第一次买 买完之后 第二次懂不带货 我不买的 那说明你根本就不需要 换句话说 你的钱包里头的 有一部分是必需品 有一部分是基本是必需品 还有部分就完全是 additional的 这个optional的 就相当于撒点小钱 这个可买可 可不买的买点零食啦 买点这个平常用不上的 哎 他一带货觉得不错 这一部分实际上 还是在你的钱包里头 分额是比较小的 最终 零售企业 还是要通过 这个长期的复购 尤其是这种 实杂零 零售啊 对不对 他又不是卖那种电器 或者其他的一些 我们叫major appliance 这这些 嗯 大件的商品 这个 购买频率相对比较低的 他买的都是相对 购买频次比较高的 啊 继续看哈 好看的 皮囊 前篇一律 又去灵魂万里挑一 其他的 OK 啊 粉丝经济和主播经济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粉丝经济 成为您举的例子一样 会有过度消费 会买牛奶倒掉 但主播粉丝经济并不是 他只是利用主播的影响力 撬动目标客户群体 微小的倾向性 啊 我承认在短时间之内 他就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长期来看 你还是要考虑到 这个营销的相应的成本 你记住啊 所有卖到的东西 你的营销成本 最后都会变成 你购买的价格的一部分 当你营销成本过大的时候 你这个商品在市场上 就是没有竞争力的 除非你是靠 依靠像品牌这种东西 树立起来的 使得他价格不可比 否则的话 你的竞争力 就是比同样之速的 商品就要低一点 对吧 别人 他的这个零售价是 100块钱 然后营销成本15块钱 最后卖110 好了 到你这 你可能 就算比别人便宜一点 90块钱 结果你的营销成本是40块钱 因为头部主播拿的多吗 对吧 好了 卖出去130 那你觉得消费者会 会买谁的 肯定是买你 买别人的嘛 对吧 多掏10块钱 15块钱 那我干嘛 我直接给主播打赏不香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 这个买个更贵的东西 同样制宿 然后显得我自己很傻的样子 对吧 所以短时间之内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去吵了 这个半年 一年 甚至两年 有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它是需要一个时间 慢慢回归到正常的商业逻辑上来的 好吧 好了 欧美地区履业能力参差不齐啊 博主在地区待久了 可能国内也是参差不齐 不知道国内有多卷 都卷 只是说卷的方式不一样 卷的程度不一样 啊 国内有一大堆人考100 你知道 以前在这个生鲜 包括现在在生鲜上有多少 多少企业死掉吗 这你东方这卷很多都是生鲜的 生鲜里头稍微搞不好 就真的是要赔很多钱 毛利高 赔起来也快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好像这个后面的这些运营 都是很同质 是的确有些东西是很同质 但你真正把这些同质的东西拼起来 大家都是拿砖头盖房子 鼠手跟生手盖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 当然这也是企业家的区别了 同样为什么 你最简单的 比如说像这个 同样的零售店 convenient store 对不对 7-11或者其他的什么 这个全家 或者卖的商品一样吗 几乎一样啊 对不对 大家全部都是卖的这种流行的这些牌子 为什么这个运营成本就不一样 给客户的感知就不一样 还是有很多区别在里头的 还是传统分析 京东旅游能力最牛 旅游只是一块 我说过了 从选品到旅游到客服 然后包括这三个串起来之后 你还能以最低的成本去运营 还能赚到钱 这才是本事 这不是光是一个环节 京东是旅游牛 但是其他的呢 京东他自己的这个选品真的很厉害吗 客服好吗 他最后的运营成本低吗 那可不一定 对吧 好了啊 直播购物上买东西的人 大家都不是理性角色 这种购买角色始终是有理性的跟非理性的 不行 我得讲快一点了 这个第一个就讲了这么多 啊 把直播行业套上老的 直播带货是那不像的 告诉你东方真选不是的 东方真选我在上期的这个视频里都讲 东方真选45亿 这个收入里头 这个营收里头有29亿 就差不多有30亿是自选的 他可不是单纯的一个 前面的营销渠道 所以这个评论是不对的 好了 东方本 所以 董与辉成了高级合伙人 我觉得是没错的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要让董与辉承担更多的责任 背更多的风险 同时分得更多的利润 对吧 这就是培养他成为一个企业家嘛 其他的 其他的就不说了 这个都是差不多了 好 这个是第188期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191期 就是我昨天录的这个 好 老销售 基本上就是销售 就是有自己固定的这个提成的 按照比例 提成 只要签了单 就收钱就完了 至于后面的履约 这跟你销售没关系 你也不需要担风险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担后面的风险 要承担后面的管理责任 那你理所应当的 要拿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 我目前看来东义会 只负责前面的销售 所以他不应该拿 和后面相关的钱 然后啊 最后一个观点 老销自己说的 现在老销直播只占交个朋友的2%啊 保守拉走交个朋友30%的用户 是没问题的啊 长期来看的话 这个 这些用户如果是对于交个朋友的这个性价比 这个任何的话 他知道还是会回来 短期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啊 我觉得您对领售的观念有些保守 这个实际上一样的 就就是还是说 你到底把东方正前当做是更偏向领售 还是更偏向娱乐业 嗯 有争议啊 啊再再说一遍啊 我的频道内容大家都很清楚 就我已经一个人在忙活 啊 从前面到后面对吧 从脚本到 从思路的选题思路脚本出镜 这个后面的剪辑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搞定 所以就是我一个人的视角 那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和 呃 主流的声音不太一样的视角 这样才能凸显我自己的价值 另外一方面 我还是希望尽量多的从商业的角度去考虑 不要去 呃 跟着大家去 去去 提供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没有意义 对吧 这也不是我擅长的 我擅长的是说从商业的角度 从数字说话 从这个基础逻辑去分析 而不是说啊 大家觉得他亏了 那我也说大亏了 好啊 他拿了5%的消失 消失额体称 对5% 10%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对吧 啊 这这个我 我再专门给他回了哈 到底有关这个 零售行业的一些关键的指标哈 GMV就是订单的流水 就是你实际你下单付款 所有的这些都算GMV的 营收revenue就是指的是实际收到 而且确认最终作为销售收入进来的 你要是退货换货了 那就对不起 该改的改 该减的减 对吧 所以呢 GMV 简单说就GMV扣掉这个退换货 或者其他乱搬到的 那就是剩下纯的销售收入 这就是营收 那当然营收里头 当然还和第三方结算的钱了 因为你一百块钱进的货 然后一百二卖掉了 你最后营收是一百二 但其中有一百块钱 你要给到你的供货商吧 对吧 所以revenue是这样一个概念 毛利呢 就是你一百二的货 你扣掉一百块钱的这个进货的成本 那你剩下的二十块钱 就是你的profit 就是毛利 那净利呢 你进来之后 你可能还要贪其他的 比如说你的一些 这个固定资产的折旧了 你的一些资金成本了 包括你其他的一些营销的成本了 你这个 这个GNA啊 这个General and Administration 后台管理的成本 可能都要贪进去 最后就是扣完了 全部都扣得七七八了 剩下就marge你的净利 一般来说零售行业的净利很低的哈 同志们这个百分之二 差一点的百分之一点几 都很正常 所以零售利润薄如指 你稍微运营的粗放一点 你的净利就可能从正的边付的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在拼你的运营效率 而同时拼你的选品 前面选选品选好了 会让你的这个运营非常高效 我还是要去Costco的例子 Costco为什么能赚钱 一方面是Membership 啥都别干的 先把这个钱收来了 这个钱而且是直接就是marge 几乎是marge 对吧 户员费 然后呢 他的SKU特别少 所以造成他的这个运营效率特别高 你不需要管那么多品 这个商品 你的你的这个从前面业务操作 甚至在前面一点 你的这个跟制造商之间的很多细节的配合 都会简单很多 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的讲 Costco里头非常非常多的门道 然后到后面退换货的管管理 都比别人这个运营 从到加拿以来一直都是他的黑卡 一直黑卡到钱 现在每年都能够拿到大概 一百一百六一百七 将近两百加币的 refund就是他的购物之后 反还够的钱 那扣掉这个membership费还有多 就是这样 然后创业有风险 敢创业早就自己担干了 本来就是 你创业就意味着你 你掌握分配权 你是企业家 那毫无疑问的就是你拿大头 对吧 为什么大塞尔斯而不是 培养的KOL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说大塞尔斯是他自己的 KOL是外部的第三方的 对不对 董宇辉跳到老罗那儿就有意思了 我这边专门给了个评论 老罗才不傻呢 他才不会接这个烫书山芋 他给董宇辉分多少呀 他难道把后面的利润也一起分给 董宇辉吗 他他才不干 所以他自己都从教育朋友直播一线淡出了 正好说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取代的 他对于 早期他对于教育朋友的重要性 可比董宇辉对于东方争选重要性高得多呀 对不对 他都能退出 董宇辉有时候不能从东方争选退出的 好了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你看这一期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在墙内 同志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 然后再看哈 这个几个 首先看这个回归零售本质 看东方争选价值 看这个评论哈 东方争选和陶系主播 在商业上还是有区别的 东方争选更像淘宝客 更像蘑菇街 什么值得买这样的商业逻辑 传统零售去的 东方争选是透出工的 更类似于导购模式 感觉本质是个广告公司 东方争选不能完全像广告公司 他既有自营的也有广告的这部分 只是说广告这部分以前通过这种 这个稀缺资源获取的这个更 大的话语权 更大的这个利润分配比例 随着这个行业的成熟会逐渐逐渐的回归理性 这个是我的看法 这应该很少或者不在直播店上买东西 我虽然没在直播店上 我是确实你像我出国都快十年了 的确是没有买过 虽然我看我一切不懂 所以我只是提供一下自己的看法 很有可能我的很多就是错的 我完全理解 so far现在我觉得还没有特别能够 哪一位观众的意见能够彻底推翻我的这个看法的啊 这个所以我也我也我也说了 我第一期实际上这个有一部分立足点是不对的 这个确实直播店电商跟传统零售还是有些差异 但是就是刚好在中间吧 传统电商和娱乐 那中间就是直播电商 但直播电商不可能在这个本来没有的这个定位上待太久的 他要么就是回归传统的电商 要么就是走向越来越靠近娱乐业 否则的话他如果长期在这个位置 而且能不断做大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业态了 会不会变新的业态 我倾向于不会 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就真的存在下去 而变成一个全新的业态 咱们走着瞧啊 咱们反正也不是圈内人这个在不在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吧 I don't care 我就是喜欢去分析这些 咱们边走边看吧 以后到时候再有些新的变化 咱们可以随时再谈 好 这个是这个推推特的 再看看这个哈 交付在国内属于普通丙赋 跟国外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 这个就差不多了哈 第二期推翻了你第一期的观点 第一期观点是董宇辉 董宇辉单飞不会比现在更好 第二期观点就变成了董宇辉单飞是最好的发展方式 我没有这么说哈 我说的是董宇辉如果想拿到更多的 比例的利润分成 他就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 背负更多的决策风险 管理风险 就是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销售了 他承担管理责任 而且是要这个介入到后面的相关的一些事物 起码是前后端的对接 乃至他要为最终的整个企业的运营利润负责 在一定程度上负责 他才能够真正转变成为合伙人 转变成为企业家的一部分 要不然你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又想分更多 对不起你就可以出去单单飞啊 对吧 你可以自己完全变成一个独立的老板 你认为前面营销那么重要 后面分分钟可以找一些行业合作伙伴搭配起来 那你就找了 对不对 你把核心的这个竞争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让后面让这些合作伙伴帮你去做相关的运营 你看能不能跑得通 我告诉你 我看到太多的老板 就是在运营方面 死得很难看 最后就是你盯着就只能做到80分 每个环节都80分 你四五个环节串下来的话 你的竞争力就比别人老板亲自一个一个盯着差一大截 就是这个道理 你不要觉得这个有成熟的合作伙伴 就一定能够真的尽心尽力帮你做到位 就像我前面说的 零售就是一个拼 拼辛苦的行业 就跟餐饮一样 利润很薄 稍微做的粗放一点 你就没有就就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你 持续发展下去了 好了 大概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聊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聊了多久 好啊 看看啊 东宇辉背靠现有品牌 自己也不拥有content 所以应该与其他品牌不太一样 本来就是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有影响力的销售环节 他拿到的利润就应该是归属于销售环节 他不应该超出销售环节太多 然后东方甄选的产品 在价格上根本没有优势 别人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买 而是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买 因为在这里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就是这些主播所附带的情绪价值 我承认 但是首先 你 在价格上根本没有优势 你跟别人相比是同样价格 还是价格稍微高一点 还是价格高10% 15% 还是30% 对不对 这个直接反映了你 所带的情绪价值能够折现的 规模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果每次带货 都是必须要你去带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商品的竞争 这个起码性价比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你每次都要mark up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带货的成本 你才能卖出去 跟别人相比 一定是这个 在其他方面就要做得更好 对吧 你很多时候 你作为营销 大部分商品应该是不通过营销的方式卖掉的 这样子你才能把小部分商品在这个破冰破冰的时候的成本平摊到每个商品上 你不绝对不是说撒胡椒面一样 你100个卖冰箱卖100个冰箱或者说你卖卖咖啡 你卖100杯咖啡每杯咖啡都要做营销吗 不是的 你这个客户进来你他头三杯咖啡你可能花了50块钱做营销 当他你把他转化成为你的客户之后 你后面的97杯就不需要再额外在他身上画营销的就培养起一个忠实的客户了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好吧 所以就为什么打新那么重要 打新留存 这个大家都是耳熟农强的词 为什么呀 因为后面就一旦转起来 客户就自然而然的在你这消费了 不需要老是每一个客户 老客户还不停的往他身上砸打新费用 你砸得起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每一次都要董宇会带了 你才能卖掉 拜托你每次都是打新吗 直播带货在欧美有没有前景 有绝对有 在多伦多半年感觉商业销售模式很古典 当然很古典 那么跟你说吧 连电商在这个北美在包括在多伦多都很古典 因为以前北美的这个这个商业网络商业模式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 它不存在太多的这种变数 你像中国以前三四线 它不管是商品的这个丰富程度 还是渠道的运营效率差太多了 你往前推20年 快销品层层代理啊 从国贷总贷省就是大区代理省贷一级一级 每一级代理都要剥一层皮啊 最后到客户消费者手上已经不知道剥了多少层皮了 mark up上去的这个毛利是一层又一层 但如果你真的是电商冲进来的话 我不需要mark up那么多层对吧 我马上就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多层代理的这种零售模式从批发到层层批发到零售的模式全给你打散了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电商发展的那么快 而且还不拿税对吧 对于北美来说怎么可能不拿税 你肯定要拿的对不对 你逃不掉的这个税 然后他以前的这个代理模式也没有那么复杂 你直接就 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你普通的这些快销品直接通过沃尔玛通过Costco 通过这个Home Depot或者其他的一些就一杆子就直接知道消费者那去了 所以每层级相对来说比较扁平 他的这个各个环节的利润分配也非常清晰 这就是让这个电商没有那么容易找到那么大的市场空间 同样的这个直播带货也是一样 以前这些中小品牌在中国是很难直接touch到消费者大 他要花很多很多钱才能够真正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销销售渠道可以建立起来 而建立销售渠道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这个利润让出去 现在有了直播带货 只要搞定主播一个 哈我就这个就直接可以卖给 带货发展的很快 但是在欧美这边相对来说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市场空间可以给你钻 因为下面你可以说这个很多销售渠道已经相对来说固化了 但我觉得这个固化的销售渠道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空间 比如说适应他的这些服装的确是打破了原有的这种服装的这种分销方式 他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就所以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 然后游戏也不讲了 游戏我其实只是懂一些general的东西 更更细的我不懂 我坦白跟你说我不懂 我跟你吹也是这个 误导你 也是 也是把我自己的reputation给做坏了 所以我不懂的 我基本上不会乱讲 好吧 然后直播带货是测评机构 但是因为互动性给客户 直播带货是测评机构 拜托 直播带货怎么会是测评机构啊 测评机构是不拿钱的 好不好 你直播带货从从那个厂商那边拿那么高 还要谈更高 恨不得谈谈到50% 甚至更高的这个毛利 他怎么可能是测评机构呢 拜托有一个特别好的商品 不给他钱 你看直播带货卖不卖 肯定不卖 对不对 测评机构应该是从c端拿钱 或者是他打打广告拿钱的 而不是通过销售来拿 他直接的销售额跟他的这个收入是挂钩的 他怎么可能中立吗 对不对 同志你自己想一想其中的逻辑好不好 啊 好 所有的这个目前直播间提出的问题 我已经全部解答完毕 看看大家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 这个 结结束了哈 今天大概聊了我不知道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还是差不多40分钟50分钟 I don't know 还是 因为 啊 刚好做了两期嘛 就是我 老范 跟我讲过很多次 你要你要读评论 你要跟大家互动多一点 你这个 我以后也碰到这些骂我的特别多的这个话题视频 我尽量读评论 骂我少的 我就不读了哈 所以鼓励大家多骂我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读评论呢 我是不想放到我主要的内容里 因为我还是希望 这个 有所区分 读评论的这种东西实际上很水的 没有太多的信息含量 很多东西就只是翻来覆去的讲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所以呢 我基本上是这个原则 讲一下 我的正常编号的内容 都是我比较精心的准备的 或者说我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非常solid的内容 我会编号 那么有些突发的 比如说我今天录的那个 像那个 就是新闻出版署 有关这个证求意见稿 和这个5000亿 是灰飞烟灭的那期 所以我前面加了个 扯闲片 扯闲片呢 就是意味着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在里头 完全就是 刚好有这么一个话题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但是呢 我不觉得里头有太多的干货 所以我就标一个 这个扯闲片 也还是录播的 那么真正直播 那就基本上是这样的 相对来说 比较松散一点的结构 我跟大家聊天 就是自由一点 我也不会提前预告 也不会说 轰着大家一定都来看 反正有时间呢 就跟大家扯一扯 对吧 然后主要是内容比较多 就是评论比较多 大家反对意见比较多 那我基本上就会专门 安排时间做一起 跟大家聊聊天 好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这个 留言点赞转发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晚安 圣诞节快乐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